Bosco ,Bosco ,Bosco , 這些蘿蔔頭真是很混亂的! 前前,香港是粵語片的生產基地,被那群衝殼物一臂打殘, 整個三年零八個月期間, 只有那條喉婆子羅連拍那出《香港攻略戰》, 還是港甲民族的。 阿伯哈姆, 阿伯哈姆弟弟, 戰後蘇俄照著班共匪在華北九九宮, 乘客到班上海製片, 趕快到香港, 在佛歷2490年尾, 在紅磡就開了大中華四達狂讚的國家片場。 東方、細光和曹達華的幼橋, 江蘇魯故意在黃國開了大光明, 其中大中華四達,國家規模最高大。 得細光和幼橋是廣虎佬打曬色。 其他五間廣中是奴宋魯喳菲, 香港有十九間戲院,十間放棠片,九間放森片。 佛歷2490年尾, 香港大約有三十九國語片明星, 他們的片酬大約是五千至成盤水咸龍。 粵語片明星大約有五十九, 人工大約有兩千至六千咸龍。 其他攝影師大約每個月一隻大牛。 您們想想想, 那時菲林反而更拼了, 但拍片反而比之前更貴了七倍, 一出國語片成本是五萬至十萬咸龍。 一出月語片成本是兩萬至三萬咸龍。 事關明星戲金加賣服裝, 布景隆中都加上了。 Boskul 。 Boskul 。 一出戲大約有十卷電影, 即是成萬英尺, 國語片成本是二十個剪輯, 賣回到大陸。 粵語片只需十個剪輯, 八千咸龍賣入馬來亞、 荷蘭屬地東印度群島安南, 安南, 和我們遷落。 千五咸龍賣入小旅餸, 三千五咸龍賣入南北美洲,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